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余飞 又來到快評的時間 今集快評我會講一下限電問題 因為限電熱議已經引起大家關注 大家都想知道事件出了什麼問題 我也想知道 所以今集和大家分享我的四個觀察和疑問 時間關係直到正題 第一個疑問是謠言和低級紅 我認為中國限電有外媒造謠抹黑都預料了 因為新疆棉花沒有事的都可以變成有事地造謠 現在真的有限電怎會不抹黑呢? 這種造謠抹黑已經引起了廣泛的普遍警惕 我認為由中國內地大祈黨搞低級紅 反而防不勝防 大祈黨也者 即是說經常把事件說成一盤大棋 再多問題都是因為下一盤大棋 最近流傳把限電說成中美金融戰的一部分 又說用限電把惡性通脹輸出去美國等等 這個說法因為已經被官方高調批判和否定 我在這裡就不拆開了 第二個疑問是中國是否真的有限電?答案是真的有 而且據報小範圍地區其實每年都有階段性用電緊張 而今年特別緊張 今年2021年頭8個月就有20多個省份用電增加了1-3成 而電廠供電跟不上 於是出現了有罪限電 東三省是因為她做的工作不夠細緻 傷及民生 因此成為大新聞引起注意 東北搞到因為電梯停電 令孕婦要走20多層樓梯 這樣對孕婦和有慢性病的人來說 都是危險的 此外9月23日 瀋陽限電後 紅綠燈就停了 引起了交通混亂和堵塞 接著來講最重要的第三個疑問 是為何不增加發電? 在這裡我先簡介一個背景 我們平日去中國旅遊 會見不少地方都覆蓋了太陽能和風力發電的裝置 又知道近年是大力發展再生能源 一時間會不回意 原來當前的中國整體上仍然是以火力發電為主 支撐整個製造業生產線的 請注意 對全國而言仍然是燃煤發電 即是用燒煤炭的方式進行火力發電 於是當煤炭價格上升 就直接減少了發電廠增加供電的意欲 因為成本和價格倒掛 就是電費不能隨便加的前提下 供電增加即是電廠的虧損會加大 而東北的情況又不太同 多了些因素 很多人都已經指出 在東北風力發電佔了一定比率 這件好事今年變成了最大的風險 因為氣候變化 東北風力發電驟減 意外地加大了東北供電的缺口 關於電廠備用煤沒有提高這個原因 本來說到煤價貴已經收貨 不過今集快評會進一步追問 外來煤價貴 那自己生產的煤炭又貴不貴呢? 可不可以增產呢? 如果增不到產,原因又在哪裡呢? 說到這裡,我就要忍今年6月 一則我最初不為意的新聞 因為如果沒有東北限電出個亂象 以後要說的只不過是一宗普通的打貪案 6月份的新聞報導顯示 全國煤炭產量最大的內蒙古自治區 因為煤炭資源開採 涉及嚴重違規違法和貪腐問題 嚴重到官方的說法是要倒查20年 即是要追回20年 還說,不管背後有沒有靠山 不管牽涉到什麼利益 照樣出重拳下狠手 官方放狠話前 5月26日就有數字反映 內蒙古自治區這宗案 受理的涉嫌問題的線索 都有3982件 接近4000個線索 當時已經立案的有700宗 涉及987人 接近1000人 其中聽局級62人 縣處級227人 14個幹部主動投案等等 而徵訊內容反映 至少在2000年、2000年 已經出現系統性問題 聽證朋友 我講完煤炭 以下就進入今集最後一個疑問 是第4個疑問 限電搞得有點亂 是不是東北地方官處理失當這麼簡單呢? 責任是否只出在東北地方政府身上呢? 首先,東北地方政府處理的確有問題 既不是指向企業限電 是指向民生 就算指向企業也因為不通知又突然拉閘 引致過一些工業意外 令一家企業有二十多個員工要緊急送院 除了這些原因之外 以下我試帶出另一個角度 首先,早在2015年 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 中國政府已經提出能耗相控的總方向 簡而言之,是要大家設計用電 減少消耗之下 去維持適度的GDP經濟增長 請注意 上述這個要求 要達到的目的本身是矛盾的 我們不要迴避事實 就是補經濟和減耗能本身是矛盾的 是兩個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方向都去實踐 要有條件和更細緻的手法 所謂有條件,就是例如用綠水青山去發展綠色旅遊業 令目標變成不是矛盾 但這些條件不是每個地方都有 平常日子,反方向式的目標已經不容易達標 當前還要追回疫情拖低的經濟業績 於是,設計用電和發展經濟如何平衡 真是不容易 上有政策,下面是不是容易做到 尤其是遇上能力不足的官員 會不會在交功課的學期尾,第四季 亂來拉閘限電呢? 因為說明的,綠色用電,節能減耗 都是巧合業職的標準之一 所以,是不是可以將問題偶然化 簡化為是特定地方官員處理不當的簡單呢? 地方政府在執行上有沒有問題之外 政策大方向可不可行,如何實行 以及,政策大方向在下方執行的過程中 夠不夠優勢和實在 可能比大方向更值得深思 最後還有總結 今集講長了 今次限電引起的情況相當複雜 大家不妨多聽聽不同的說法 不用太快做判斷 我們現在流行說 不變形,不走仰,落實甲月秉丁政策 我逆向思維,變形是否先是常態呢? 而花精力防止走仰,會否先是落實大方向的重中之重呢? 而不走仰,會否和執行監管夠不夠細緻和人性化 以及人才選用是否到位有關呢? 即是不走仰要很多因素配合 我個人認為,中央決策如何將深思細緻化 將會是中國內地,乃至處於大變動中的香港重中之重 今集快評又講長了,希望下次可以短一點 歡迎你們訂閱、點讚和轉傳 你們的轉傳對我非常重要 我是余菲,星期一時事觀察見,拜拜!